好,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案的協商 第二案是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就是對於這個酒駕的部分 司法及法治委員會並案審查委員賴瑞隆等16人理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條文修正草案等29案 我們在108年就今年3月28日審查完俊 決議院會討論前需交由黨團協商 所以我們就根據3月28的這個委員會的決議 今天由我來召集黨團協商 然後經過本院就是立法院的院會 第七會期第八次第九次的會議分別決議 將時代力量黨團擬據的中華民國刑法第八十九條之一 及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等五案 禁負二讀與相關其案並案協商 所以我們今天的協商就包括了這五個禁負二讀的案子 上個星期五 上個星期五一百零八年五月三號 行政院司法院韓情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經院會決議禁負二讀與相關條提案並案協商 所以這個兩院版的條文呢 我們今天也列在這個對照表裡面喔 在場委員如無意見本市協商及一併將改案列入討論 請問各位條委員有沒有意見 把兩院版列入討論 好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把兩院版一併列入討論 查後續院會禁負二讀六個提案中 除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外 上有審查會已經有結果 就是說不予修正的第八十九條 還有一百八十五條之四 還有加上時代力量黨團新提的 增定八十九條之一等三個條文 經病案後有四個條文 仍然需要協商再來確定喔 我再用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我們保留的是一八五條之三 這個本來是今天協商的這個條文喔 一八五之三 那麼但是呢後來併案進來的 有我們委員會已經處理過的 就是不予修正的八十九條 還有一八五條之四 所以我們今天協商會要再做一次確認喔 那麼還有時代力量黨團有新提了 增定八十九條之一 所以這個所以連原來的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我們總共有四個條文要做協商 總共有三十五個案 我們要進行並案協商 好 那麼請各位看 這個大家都有收到嗎 好像還沒 我們還在印 還在印喔 我們等印好了喔 我們一個協商用的這個 四個條文喔 好我們等 發給各位之後 我們這個工作同學再跟我講一聲喔 有一個修正動議也一併印給各位委員喔 好 各位同仁這個手上這個這份對照表都拿到了嗎 協商用的對照表都拿到了齁 對啦 好 這個我們我再次說明這個八十九條啊 先前在審查會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決議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但是現在 禁服二讀進來病案的委員羅智正等十七人提案 對於八十九條的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處理喔 那麼請問這個行政院跟考試院對於這個委員羅智正的十七人提案 請問你們的意見 好 是 跟趙偉還有各位委員報告喔 就是有關於八十九條啊 那個酗酒的這個 進階處分的這個部分啊 那如同喔上一次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啊 跟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到底喔他是不是有酗酒喔 然後需要做進階處分喔 那事實上必須要經過喔 這個有一個鑑定這樣的一個程序 並不是說他酒駕多次喔 就當然是有進階處分的需要喔 如果說酒駕多次就進階處分 有時候就是他本身他沒有 並沒有成癮喔 反而是有浪費這個醫療資源喔 這樣的一個情形喔 那麼所以呃我們對於這個八十九條 呃目前這樣的一個呃 這樣的一個修正的一個建議啊 我們站比較保留的一個態度 好謝謝 請問司法院的意見 好 報告主席 那呃我們的意見呢 除了剛才法務部的那一點意見以外喔 那我們也是呃 對於條文裡面二次的認定標準不夠明確 也是敬意在左我們也是持保留的一個態度 謝謝 好請問各位同學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八十九條就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呃請各位看實在立揚黨團體驗新增的八十九條之一 八十九條之一我是建議 我建議是這樣子啦 八十九條之一要不要等到一五三之三處理完之後再回頭看八十九條之一 因為你們是配一個配套的處理嘛好不好 好來請修位 謝謝主席齁 因為我們是經負二讀列進來齁 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誰讓八十九條之一跟 呃之前一些委員提八十九條之邊齁 雖然我們是經負二讀列進來齁 雖然有類似從治療角度處理齁 不過並沒有去談次數跟這個所謂境界的問題齁 主要是認為應該予以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四大方式 也就是說除了我們之後會談一百八十九條之三齁 什麼加重處理之外齁 我們認為還是必須有個治療的這個部分齁 這個部分希望能透過這次修法予以強調 那我也接受剛才主席的說法 我們先處理一八五之三 好那再回來請大家考量一下八十九條之一這樣 好那各位同仁們依舊 那我們就先處理一八五之三 好今天要寫上最重要的條文 呃各位手上還會拿到還有一個修正動議喔 那麼修正動議 呃跟病案 病案協商禁服二讀的包括有兩院版 還有實在力量黨團的版本 在場的委員還有沒有其他的提案的版本 沒有啦齁 那我們就依序啊 會請這個司法院跟考試院說明兩院版 然後請實在力量黨團說明這個實在力量黨團的提案 然後再請這個修正動議提案的委員來做說明 好我們現在先請行政院跟司法 行政院請請先說明 是跟趙偉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呃本次這個行政院提出刑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啊修正草案 那最主要是針對啊這個社會上 對於這個酒駕的情形啊 那麼呃 雖然經過上一次的修法 但是呃這個情形喔 仍然呃呃 呃實有所聞喔 而且整個社會對於就是 最主要是對於這個呃 多次酒駕齁 然後致人與死喔 這樣的一個行為 都覺得喔 這個無法接受喔 那因此呢 本次的這個修法喔 最主要是呃 而多次酒駕齁 而治人與死或致人與重傷喔 這樣的一個情形啊 那麼呃 我們考量喔 就是整個社會 呃的一個觀感喔 還有那個對於這個 呃 刑法喔 它的一個嚇阻性喔 等 我們提出修法的建議 那所以就一八五之三喔 这个第一条 第一项的这个部分 就是维持原本的一个行动的规定 以及构成要件的规定 所以1853的第一项并没有做修正 那么1853的这个第二项 也就是婴儿治人与死 还有这个治重商 这个行动因为它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仍然维持 这个原本的这个条文也没有做修正 那接下来的第三项 就是承犯本条或者是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之罪 那经有罪判决确定 或经还起诉处犯确定 于五年内再犯第一项之罪 婴儿治人于死者 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商者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这样的一个修正 最主要是考虑大叔说 他过去曾经有犯过酒驾 而且这个酒驾是指刑法1853条 所处罚的这个犯罪 那么他过去有犯过 不管说他是犯的是属于第一项的单纯酒驾 或者是曾经犯过第二项 曾经治人与死或治伤的酒驾 就是说他只要是第二次 他第二次酒驾有造成这个 治人于死或治人于重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经过他的这个有罪判决 或者是还起诉处犯确定之后 五年内 那我们就加重其刑 他这个是婴儿治人于死者 他可处无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是治重商的就处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这样的一个规定 当然会比原先的这个第二项 看起来来的重 那但是也是考虑到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前次已经 曾经犯过酒驾罪了 那么经过司法这样的一个 经过司法程序 结果仍然没有警惕 仍然在犯酒驾 而且造成了治死或治重商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认为有加重处罚的一个必要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 也是有考虑到 刑法的这个相当性跟比例性 来做的一个调整 那么第四项呢 也就是犯罪行为人犯本条之罪 对于治人于死的事实 有第十三条之情形者 依第二十二章杀人罪 各条的规定处断 那么对于治重商的事实 有第十三条之情形者 以第二十三章伤害罪各条之规定的处断 那么这个第四项 这个第四项最主要也是因应 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认为说 他这个酒驾 他如果是就很明显的 他喝了酒 然后一直 比如说他一直的闯红灯 他根本这个 就没有这个踩过刹车 然后在他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意思上 他已经就是有接近像杀人这样的一个故意了 那因为原本的刑法上的对于杀人 或者是治重商 或者相关的一个伤害等等情形 原本在这个刑法的第二十二章或二十三章 都有规定 所以那在这里 只是特别就把构成要件的一个情形 我们说 如果你是符合刑法的这个故意 跟不确定故意 那有杀人 有致死的结果 而这样的一个致死的结果 是符合有故意所造成的 那么就可以以原本的这个杀人罪 或者是伤害罪的规定 来加以处罚 这是法务部就 本次的这个行政院版的这个修正条文 所做说明 好 请陈市长 主席各位 稍微补充一下 那个第一项第二项在原来条文的话 是避免说呢 有的时候过重 因为比方说单纯酒驾骑摩托车 在乡下 他这个超量 那一下子要判得很重 所以还是维持原来的 那 当然如果有致死 出了车祸致死人 那当然是原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这是第一次 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 这个增加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顾虑到说 事实上有很多委员 是有提出来说要到死刑 我们也有考虑过 但是呢 也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现在基于两公约 还有国际要求呢 对死刑 死刑的这个刑度呢 是尽可能的不要增加啦 这是国际上要求 事实上在这个行政院 在通过这个之前的话呢 刚好欧洲人权 欧盟的 欧盟的人权署 也曾经来台湾访问过 他们也特别看到媒体报道 特别对我们 对行政院呢 也拜访过事法院 提出来说 你们还要增加死刑吗 这是这样的意见 所以呢 这个刑度呢 虽然是有一个门槛 但刑度我们设定在 无期徒刑 那至于最后一项的话 是表彰说 如果 要死不该 然后呢 你的那个动作 就是我们是要说 刑法上就是不确定法律故意 不确定的 故意的话呢 仍然 依照这个杀人的故意来处理 所以还是会有 到这个杀人罪的 刑度 来做这样表彰 所以我补充说明一下 请问 司法院有没有要补充的 主席各位委员 好 那就行政院及本院 含情审议的 中华民国刑法 185条之三修正草案 的第三项部分 那本院认为 这项九价再犯 法定刑加重的规定呢 那我们建议 主则机关呢 能够在符合 罪责相当 及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呢 然后能够衡量 本条犯罪列行 所要维护的一些 法律的重要性 然后防止侵害的可能性 以及事后 矫正行为人的必要性 来综合征走各项的 形状之后 来决定 适切的一个 法定的行动 那就第四项 修正的部分呢 那这一部分 大概有 两个意见 第一个 行为人 如果是 酒驾呢 然后导致 他人来死亡 或者重伤 如果让法官呢 中了全部的见证 来判定呢 已经足够 认为被告 是接以杀人 或者重伤害的 犯意 来做的话 那本来 就可以照刑法 第271条 以及278条 等相关的规定 来认处罪行的 那第二项的意见呢 是 本项呢 酒驾 自人于死 以及自人重伤 这个是指第二项 酒驾 的情况 那因为这个酒驾呢 让自人于死 或自重伤 其实是一种 加重的结果犯 的规定 那在加重结果犯呢 是综合 故意跟过失 的一个特殊的 犯罪类型 那如果加重结果的部分呢 也就是说 现在专就 自人于死 或者自重伤 必须是非故意来做 那如何能够 依照本项的规定 就自人于死的事实 或者对于 自重伤的事实 任有刑法第13条 故意的情形呢 这一部分也请 组则机关 那再加以厘清 那以上的意见 请大家参走 谢谢 对司法院所提出来的 这个疑虑 等一下请行政院 再一并说明 不过这个是两院版 这两院联名送过来的 这个你们从前面 没有讨论过吗 跟主席报告 在我们那个 会行的公文上面 就已经有注明 就第三项跟第四项 是有意见的 我们等一下请行政院说明 我们请 虚伟委员代表 时代力量党团 做提案说明 谢谢主席 那时代力量所提 185之3 的修订 主要是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除了加重行动之外 我们认为说 其实 所驾驶的车辆 其实会因为 汽车或机车而所不同 所以我们认为 在立法政策上面 应该加以区隔刑罚的必要 所以我们的提案里面 虽然整体有员增加刑度是 6个月以上 5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罚金40万 但是我们 区隔 如果是驾驶机车的话 是处2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罚金10万 就是目前 现有条文的状况 我们认为说 汽车跟机车 酒驾所产生的这个后果 跟这个影响成本 应该是有差别的 当然 自人与死或重伤之规定 因已造成实际之危害 我们就没有区分 驾驶交通工具 种类之必要 就是我们后面在谈 自死或重伤这一块 就没有所谓 汽机车分流 这一块 那另外针对再犯 我们是认为 应该要提高刑度 所以除了 后面这边提到 关于这个 5年内再犯 之前的 两院的版本 有提到关于 自死跟 无期徒刑跟7年以上 那自重伤是5年以上 10年以下 那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再犯 5年内再犯的话 加重其刑度 2分之1 那我想 再犯这一块 也是需要予以处理 那第三个是关于 我们增加一个 惩罚性 损害赔偿这一块 因为 如果还到民事那一块 那这个赔偿 我们觉得 是不是 这个成本太高 而且时间也拖延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其实在 处理 这一条里面 其实可以增加 惩罚性赔偿这一块 那我再解释一下 我们前面 有提 这个 89条之一 我们是跟 这一条联动 因为这条的 这个样态比较明确 甚至 有很清楚的 关于这个 90%浓度 然后所犯的状况 那这时候才来跟强制治疗 这个连结在一起 可能比原来89% 那个条件过于严 所以实际上不可行 刚才 前面行政部门也说明了 所以 我想我们版本主要是着重在 气息车分流这一块 那 再犯加重刑度 那第三个 有惩罚性赔偿 其实在这边就可以处理 那再来 连结89条之一 有治疗这一块 所以 惩罚 赔偿 治疗 希望 三位能一体 能趁这次修法的时候 把这些都放进来 好 这是时代力量报告 谢谢 好 谢谢许委员说明 我们接下来请 修正动议的提案委员说明 说明之后 请两院分别对 这个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跟修正动议提出意见 然后请行政院特别 对司法院的质疑 要提出回应 来 请优委员 我今天提出修正动议呢 最主要就是说 对于这个酒驾 然后再犯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要去看的 就是说 他再犯是 他前面 如果说他只是 骑猫车 然后犯了第一 就是第一项的第一款 他只是酒精超过而已 那后来又再犯 这个也是酒驾 也是一样的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就要加重到 那么重的行者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是把它限制在说 曾犯本条第二项 第二项也就是说 你是前面酒驾 然后致忍于死或致重伤 那你现在呢 又再犯这个 同样的又再致忍于死 或致重伤的话 那就应该要加重 或是犯陆海空军刑法 第五四条第二项 也就是同样的这个 情形的话呢 那你就应该 就是经法院判决有罪 那或是经还起诉 除非你在五年内再犯的话 那你就应该加重 那现在加重的话呢 到底要加重到什么情况 那这里我们要去看说 好今天他累犯 他所侵犯的法益 跟说他不是累犯 所侵犯的法益 有没有不同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通常会认为说 他以前犯过 现在再犯 所以他恶性比较重大 可是这个恶性重大 其实是你在矫正机关 在矫正的时候 显然那个判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待的时间 还不够到教化他好 变好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再犯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 我们是应该把它加重 可是加重你不能够加得太重 因为这里有牵涉到 他的比例的原则 你所犯的跟你的这个情节 你必须要是符合 这个比例的原则 因此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仿效 德国的一个法案呢 德国的立法力 也就是说 我依照原来的 原来我们的现行的 刑法的一个规定呢 我把这个最低刑呢 下线把它提升 但是呢 我上线我不提升 因为事实上 他所侵害的法益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 你今天应该在监狱里面 关久一点 所以其实大家在抱怨 也就是说 好虽然我们的法定刑 那么重 但是呢 没关系慢慢来 但是你会看到说 法官在判 其实都没有判那么重 所以呢 我们希望是说 好他今天既然是 前面曾经犯了这个酒驾 而且是商人或是 至人于死或是重伤 现在他又在犯了 同样的这样情况 所以表示他之前 他关的 关的不够 不够久 所以我今天要 把你关久一点 所以呢 我最低的刑度提高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说原来 原来现行的是 这个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所以我们就把三年提升到五年 所以我最低我就判你五年 我不会再判你三年以下 三年以上 所以呢 等于最低的 我就是让你关久一点 但是最高 是不是要再提高到五起徒刑 我们觉得那太重了 因为事实上 他所增加的法 他所侵害的法益 并不会比 我们再来 这相对应的 就是185条 185条呢 他其实就是对于 这所谓的 往来的这交通呢 我们用 这个把它阻断水路啊 这个 所谓的去永涩 公共 公共 就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就是说 损坏或是永涩 陆路 水路 桥梁 或其他公众往来的设备 或用其他的方法去 这个 自身往来的这个危险 那这个呢 也造成 自忍于死 或是自重伤 那你自忍于死的话 才五起徒刑 或是七年以上 有起徒刑 那样的情况 我才到五起徒刑 可是今天 我酒驾 虽然我在犯了 可是事实上 我今天撞了一个人 跟那个 我去把整个道路破坏掉 死伤很重 那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个比例 不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觉得说 最高刑度 十年 不应该再提高 但是它的最低刑度 三年 应该要提升 所以把它提升到五年 那这个其实是仿教 德国的立法力 就是说 你今天认为 它的恶性 没有那么的重大 跟其他的最失衡 但是因为 它的教化不够 所以把它关久一点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它如果制重伤的话呢 就是在原来的刑度 是一年以上 这个七年以下 我们就把一年提升到三年 所以是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一起徒刑 那如果说 它真的是 要故意去杀 就是用酒驾 这个酒驾的方式 置人于此 它是故意要杀人 那当然是依照杀人 最后是要故意要重伤的 依照 故意去中伤 那这个跟习战友的版本一样 那只是说 前面的那个行度呢 我们把它就是 提高下面的行度 但是上面的行度不提高这样 谢谢 好谢谢 我们现在请行政院跟司法院分别 对于实在力量党存的提案 还有诱人提的修正动议提出回应 请先请 来来来来 对不起 主席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关于我们第三部分赔偿这一块 因为里面有关于减刑这一块 所以我想 我刚才漏掉了 应该 还是再继续谈一下 我们第六至八项这边谈 就是说 犯本条之罪法院得斟酌情刑 于判决宣告 没收犯罪行为人使用之动力交通工具 那后面这是关于这个 惩罚性赔偿就是 并命犯罪行为人向被害人 支付相当数额之财产 非财产上或惩罚性 損害赔偿 这是前面有提到 那后面 要补充的是关于这个 犯本条之罪 法院一六十二条规定 决定是否减其行使 因为 现行实务上 不能安全驾驶行为人 获得自首减刑的比例甚高 那符合这个自首的原因在于 从客观形状上来看 酒驾 独驾 时 常 经检 检警侦查难以否认 而承认他所谓这个 自首的条件 所以我们这边是 希望能增加 就是说 常被自首减刑 而导致这个 宣告刑往往低于 法定最低刑的情况 那我想此现象 已经远离自首减刑的本质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 增定法院要考量 被害人及其家属之意见 以及犯罪行为之赔偿情况 才判断是否要给予减刑 所以我们在 六至八项 在第八项这边有提 因考量被害人及其家属之意见 以及犯罪行为人对于被害人之赔偿 来决定是否 减轻其刑 就关于在减刑这一块 我们希望能把这两个条件 这个被害人及家属的意见 以及他是不是有做一定程度的赔偿 来作为条件 来做回应 因为确实就是 司法院他们有参加行政院所 召集的1853 这个修正条文的一个审查的会议 那么司法院当时所提出的意见 正如同刚才副秘书长 所做的说明一样 那么司法院是特别提到 就是有关于 这个第三项的行动 要考虑到这个罪行的这个相当性 跟比例原则 那有关于这一点 那么实际上行政院在修法的时候 也是有注意 那么当然当时原本有考量到说 社会整个一个舆论的声音 有希望说两储最高的一个行度 那么刚才 我们陈正次已经就 是否适合两储这个使行 已经提出了说明 那么最主要是考虑到 两公约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相对的其他国家的立法力 比如说像日本 日本的他的这个制人与死亡 他最重 他也是可以处罚到 这个20年以下的这个诚意 其实20年也是这个 已经有其途径的这个上限了 另外他这个治伤者 他也可以处罚到 15年以下的这个诚意 那么就刑度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并不是说 第一次治人与死 治人与伤就判那么重 而是他之前 曾经有过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已经有非常了解 就是说酒驾上路 会产生这个治人与死 治正重伤的这样一个结果 是非常的严重 他没有悔改 仍然再次再犯 所以才做这样一个条文的一个设计 那么至于有司法院的意见 在第四项的部分 就是如果是治人于死 或者是治人于重伤 司法院提到说 就刑法的理论而言 它是属于结果加重犯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讲法是没有错 是符合我们刑法的一个原理 但是行政院的条文 其实也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行政院他并不是单纯用 对于治人与死之结果 或者是对人 或者是治重伤之结果 行政院他用的是事实 那至于这个事实 必须是由法官 斟酌 这个行为人的犯意 还有这个结果 这整个结果构成要件 来做一个判定 所以呢我们认为说 即使是用这个事实 也跟这个司法院所讲的 结果加重犯的理论 并没有汉格 这是有关于这个司法院意见的部分 我们所做的回应 那至于这个时代力量党团 所提出的这个意见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他去区别 驾驶一般的自用车辆 或者是驾驶机车 然后酒驾 有做不同的一个行者的处罚 那当然就时代力量的一个 的一个修正条文 目前在实务上 其实是就法官而言 因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他会斟酌 这个个案的这个具体情形 去做一个判决 那也并不是说一概的 不分机车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自用车 就一概做这样一个认定 那相反的就是时代力量所做的 如果是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 也就是一般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自用小客车 那他的一个底线是 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 那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 那将来可能就没有办法一颗罚金 就没有办法考虑到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的 酒驾的情形 他是真的很轻微 或者是他是前一天喝的 他只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那他还有点余醉 那他的这个酒精浓度可能超过 结果结果被查到了 那这样他可能就行度就是 至少六个月以上 那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较没有办法让法官 针对这个具体的个案情节 来做一个认定 所以我们建议 仍然是维持原本的这样一个条文 那至于这个 其他提到的 参考一些相关的一个事实 然后来预知这个动力交通工具的一个 没收或者是支付被害人相当的这个损害 或者是要参考 这个被害人家族的意见 来做这个 是否是考量这个行度 等等的一个赔赏等等 那因为目前我们在 实务的审判机制里面 本来就有这些规定 那至于这个 车辆没收的问题 因为我们 最近这一个会期 有关于这个 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的一个修正 已经有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么至于这个 油美女委员 所提出来的这个修正的动议 那 最主要是说 他这个部分是针对 第三项 他针列 陈范本条第二项 或陆海空军刑法 第54条第二项的情节 然后 另外在刑度的部分 有减低 就是如果是致死的话 是处五年以下 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 那致重伤是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 那首先这样的一个 就是针列了一个第二项的规定 就变成是说 你的前次的犯刑 他必须一定是有 致人与死 或致重伤的情形 那么法务部在 当时有在条文的 眼里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 外界的舆论 也有讲说 难道酒驾 他一定有一个 所谓的二次机会吗 他必须是第二次 致人与死 或致人与重伤 才会加重判刑吗 那很多 很多这个民众的一个想法 就是认为说 你不要说第二次 连第一次 也是无法忍受的 那所以 发布在 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 所以我们有 做原本这个条文的一个设计 那至于 行度的部分 那么 我们尊重 这个 立法院 这个多数委员的一个意见 好 请陈市长 就席各位 我稍微补充一下 有关于时代力量 所提的这个没收的部分呢 因为当时 之前已经三读通过的 道路交通关于求条例 有没入条款 而且那个范围比我们宽 所以当 我们言言说 那既然 那个行政机关 可以当场的没 就很快的没入 就不愿意等到这点没收 何况我们现在没收呢 是一个新制的 这106年以后 是新制的没收的话 难道在怀疑的 裁判会比较慢 所以就有到行政财法的没入 不然的话呢 刑事优先 反而这里会慢 这边速度 第二个 有关于自首的部分的话呢 95年7月1号的新制刑法 自首是得减 不是必减 所以呢 只是得 实力所提的这些理由 然后将来可以作为法干的参考 就不必在入法里面 本来就是得减金 而不是必减金 第三个 有关于 惩罚性赔偿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一般来讲呢 惩罚性赔偿 通常是对企业界 或是其他业界呢 来做惩罚性赔偿 那这个是个人所犯 而不是企业所犯等等这些 所以跟惩罚性赔偿的本质呢 可能会稍微有点差异 我们建议说 就不要再进惩罚性赔偿 好 请司法院回应 好 主席 各位委员 那就时代力量 党团呢 所拟禁的这个修正草案 的 185条之三的第五项部分呢 那本院也是认为 这个如果是酒驾呢 那法官综合全部的见证 主任委被告是 急以杀人或重伤的故意 本来就有刑法271 278等相关规定可以论处 所以是不是有再增定的必要 尽请再斟酌 那对于草案第六项 第七项 第七项的部分呢 那法院呢 有增定法院可以斟酌情形 在判决命犯罪行为等 像被害人之后相当适合的财产 或者非财产上 或者惩罚性损害 赔偿这一部分呢 那 考量我国的诉讼制度呢 我们依照事物的性质 有分别设有不同类型的 民事 行事 行政诉讼等程序 那 以专业分工的来 方式呢 来妥事的 来解决 纷争 那 以周全的保障人民的权益 那 草案呢 第六第七项 这样的规定呢 恐怕 让我们法官在实际判决主文呢 同时会列出 独立的一个 民事判决的结果 还有刑事判决的结果 可是这个民事判决的结果呢 也不是刑事判决的主刑 那 也不是从刑 也不是保安处分 那如果刑事有返刑 负条件 要命被害人 支付相当数额的财产 或者非财产上的损害 赔偿的时候呢 那 我在刑事判决是既有 重属以返刑一支的性质 那 目前草案这样的修正 似乎跟我们 重属一支返刑的 一个这个 性质 有不同 所以 草案这样的规定 是否跟我们民行 分立的立法体力呢 相符呢 在九十四年二月间修正的时候 就把原来规定 印减轻其刑 把它修正为 得减轻其刑 那从立法理由里面 的论述呢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 而自首是由必检的主义 改裁 得检的主义 也就是说 他是授权 法官是具体的个案 看自首的情节 来决定是不是要减刑 来因应实物上所出现 基于各种不同动机 所谓的自首 所以 目前草案将 自首的动机 跟情节 等这些事项呢 那路法官决定 是否减刑所必要考量的因子 是否与我们自首 减刑的立法 一直相合 那建设再斟酌 那对于有委员所提到 提高刑度的部分 那本院也认为 就是只要符合 罪者相当级比例 原则的前提下 那可以决定适度的 法定刑度 那我们都以以尊重 那至于呢 这个 导致他人死亡 或重伤这部分呢 那我们的意见还是一样 这个 如果法官 重合情部见证 已经认为 他有机力杀人 或重伤故意来做的话 本来就有271 278相关的规定 可以认出罪行 那这一部分 这个是施法院的意见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们程序进了 比较久 刚才有表达 要发言的是州委员 是不是 州委员 是你吗 你刚才有举手吗 州委员 然后吴委员 然后江委员 然后郑委员 好不好 李先生 好 郑委员 然后 吴委员 江委员 再周委员 好 谢谢赵伟 不好意思 各位委员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185-3 那就一定要跟 上个月再处理 道交条例的35条 跟其他相关的一起并统 那所以根据 我是支持行政院 两院会显板的 做法 但是刚于其他委员的 我也提几个意见 第一个有关于 时代力量党团 所提出来的 汽机车分流的部分 机车的部分 我赞成 因为机车的部分 因为的确它在都市 跟其他非都市的区域 它的驾驶工具 长短途也不一样 所以在 造交条例的 造交条例的修正里面 汽机车有分流了 那在这边 做一些 那个罚金上面的分处 那个分流 我赞成 那所以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 对于因为分流之后 那时代力量 在第一项里面所提的 要增加到40万 这个我反对 那为什么反对 是因为 在造交条例里面 它已经有分流了 汽车变12 12万的累计 机车是9万的累计 而且它如果是 5年内累贩的话 它会一直罚上去 所以在那个部分 已经分开来了 那机车是9万 然后汽车12万 所以在那边 就已经加重了 那到这边来 因为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说 如果它是纯粹 犯到第一项 然后也没有 致死自伤 它在这边增加到 一次就增加到 40万以上 其实 我认为 已经没有必要了 那如果它已经 累犯很多次了 也没有造势 也是被罚上去了 它本来就要去 补到交条例上面的差额 所以我会建议说 机车的部分 然后储10万 但是汽车的部分 不需要增加到40万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是有关于 时代力量所提出来的 惩罚性的赔偿 那在 我们在道交条例的修正的 所谓惩罚性赔偿的时候 我们处理到是 它是针对 客货运的 营业 业主的部分 比如说你在 你在做 这个 执勤的期间 你业主 你没有去进到 管理跟监督的义务的话 才有 营业性 才有 惩罚性的赔偿 所以在这边的造势 如果你本来就是 业主责任的话 那回归到 道交条例去处理 它在这边的 惩罚性赔偿 它本来就可以告民事 所以法院可以 刑事 法庭可以 斟酌你在民事上面 你的诚意再去处理 这边不需要增加 不需要增加这一项 所以在惩罚性赔偿的部分 我是反对纳入 大概以上几个意见 谢谢 请委员 好这个 我们就先用两院版 那我表达一下意见 第一个 因为我也是念法律的 我是觉得 最后一项 这个事 我觉得是 话舌天主 如果本来就应该用那个 就本来就应该用 不需要写 那写了以后 反而让人家觉得 不太敢用前一项 会这样子 那事实上 185跟那个杀人那边 是不太一样的 185是用在公共危险罪 它重灾是公共危险 它当然也会有 把人家撞死 或者是把人家撞重伤的结果 但这里讲的是公共危险 所以如果它本来就符合杀人的话 那就是用杀人跟重伤 那只是我这边 当然一直会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 什么我不晓得 我现在有点生疏了 是不是第十九条 还是什么原因自由行为 还是什么 那类的 你怎么去认定说 他是喝了一个酒 去壮胆去壮人 还是说 他先把自己弄到喝酒的状态 然后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开车去壮人 还是怎样 这个你们去处理 但是我觉得如果法律上 他本来法院 法官依照事实 他本来可以认定他是杀人或致重伤 那本来就应该用这里去处 那你会写在这里的原因 我觉得我也帮法务部想 你是怕 大家气 搞了老半天 搞了老半天不敢判死刑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才会加一个最后一条 如果说什么弄成怎么样 他还是有可能造杀人罪 杀人罪还是有死刑 现在大家并不是那种杀人 是公共危险至了于死 这件事情群情激愤 要求要死刑 我有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大概有二十几个版本 里面有十二个版本 不分蓝绿 十二个版本有谈到死刑 那当然刚刚法务部讲两公约 这两公约我也真的很想搞清楚 但是没有时间去研究 到底两公约讲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 有人说两公约有说不能死刑 有人说没有啊 没有提到啊 到底是 对啊 你要拿这个做理由 甚至 甚至我看在公投法里面 都还有讲说人权议题 或者会造成那个 什么什么 会影响两公约的不行 那是哪些事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 是有点问题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要倒回去修啊 你要倒回去修 你的杀人罪也不可以处死啊 不是吗 那我想讲一下 就 司法院这边 我也要给你们一个意见 为什么会有十二个版本 有到无期徒刑到死刑 当然你们会讲说 要依照比例啊 什么什么 权衡轻重 但是我跟你讲 可不可以把 有些事情把这些 就还给人民 这是人民的司法 人民 很多东西在人民心中的轻重 跟学者心中的轻重 可能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就算好 我故意开车去撞死人 很可恶 跟我喝酒 撞到无缘无故的人死 也许现在人认为那种 无缘无故 只是被你喝酒撞死 我觉得这个更严重 不见得要到故意杀人 谁说 谁说喝酒自然一死的罪 不能比杀人罪更重 为什么 我们老百姓觉得 现在最痛恨的是 喝酒撞死人 比 就是针对性的 我要杀某个人 故意杀人 那是也许你们之间的恩怨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 无缘无故的被你撞死 这种可恶性 现在民众的要求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加上这个最后一条 我认为话舌天主的 我觉得是因为你前面那个 你顾虑到两公约 不敢定那个死刑 所以你又把这个杀人罪 把它扯进来的 那事实上并不是我们 这么多委员提案的目的 并不是这个意思 好不好 那另外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五年内再犯 我认为很多都是再犯 就那个 这个什么意思吗 为什么一定要五年 然后 还有就是说 这个五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当然有讲法 就上一次酒驾开始算 也是一种 那我看你们在说明里面是说 于判决确定自日起 或还起诉确定自日起 五年内 这也很明确 没有错 那我问题 如果是这样子起 是指他的 ending 在那个时间算五年 还是说他是指判决确定 开始算 算五年 这个会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呢 我还没判决确定 我又撞死人了 算不算 在不算你们这个判决确定 几五年内 那我不是更可恶吗 是不是 所以说我只是举一些例子 去讲说 那为什么要五年内 我的提案的话就很简单 很多委员都是讲再犯 就再犯 就很简单 那是不是也考虑一下 谢谢 好 请姜委员 姜委员之后 那个周村民委员 然后徐永明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刚才行政部门的说明 不管行政院或者司法院 我针对 行政院跟司法院的版本 来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个 看到这个版本 为什么第一时间外界的批评 非常一致 就是有修等于没修 刚才自然委员已经提到了 那甚至呢 后面那一段根本就是罪文 因为那个根本就是线形条文 就是这样子的 那结果 我很这个讶异的是说 你们提出来的版本 连第一次啊 第一次犯了这一部分的行动 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就是维持远案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 如果第一次 他就置人于死 而且是恶性重大 你们一定要依据说 证明说他有故意杀人嘛 对 才有可能用另外的这个刑法去处理他 然后得以可以到死刑 否则的话 如果是用酒驾的这个理由的话 就算他是第一次 而且是 我们认为是恶性重大 然后置人于死的话 你最高也是到什么样 十年以下而已 也是到十年以下而已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那你们唯一处理也就是针对再犯 那再犯的问题 刚刚自然 这样委员也提到很多了啦 这个包括为什么是五年啦 这等等的 所以他你们的那个内容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刚刚提的是连第一次这部分人民都无法容忍 我们讲酒驾零容忍 我不是要容忍你两次啊 我也不是要容忍你再犯啊 所以如果在第一次犯这一部分 他真的恶性重大 我们没有办法给法官一个量刑的范围 那某种程度上 你修这样子的再犯条件 等于是有点鼓励大家 然后那里 侥幸啊 就鼓励大家侥幸嘛 你侥幸再犯才有可能被判到无期嘛 那你们刚刚也一直提到德国啦 或者什么 最近啊 我不晓得这个你们可以去查证一下 这个是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 他在他的脸书上指出来的 他说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新判决确定的案例 这个case是什么 完全酒醉且无驾驶执照者 偷了一辆计程车 在汉堡市区与时速155公里的高速行驶 逃避警察追逐 以至少时速130公里撞上一台计程车 造成一个乘客死亡 还有另外一个乘客重伤 最后法院判什么 这是联邦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见解 判谋杀罪 在德国是所谓废死的国家 这个谋杀罪最高行度是无期徒刑 是无期徒刑 所以你说酒驾有例外吗 酒驾为什么要例外 为什么 为什么就要是区别他的故意跟非故意呢 还有刑法185条 妨害公众晚来安全罪 刚刚有委员提到 他致死的最高行度是无期徒刑 没有错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有一些什么恐怖攻击 或者故意去破坏道路 让很多人往来 然后造成伤亡等等的 那是一种案例 那我请教标车算不算 标车算不算造成 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算耶 从实物上来看是算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成立 那标车有没有可能第一次撞死人就最高可以判到所谓的无期徒刑 那请问酒驾置人于死 他的恶性 他造成的伤害会低于标车吗 不会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所以我讲的都是第一次 我们先不要讲再犯了 反正我们就是不希望人家再犯了嘛 难道酒驾我们还要鼓励大家这些 不然你再撞一次了 第一次撞死不够快 十年以下 那如果再状一次的话无期徒刑 那再状第三次呢 我们今天修这个法 其实很多民众才不是在管你 你是故意还是非故意 我就是我的家人被酒驾的人撞死 他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今天走在路上 我要去担心这件事情的发生 故意杀人是我跟你可能之间有恩怨 我有仇恨 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对价关系 或者什么样子的恩怨关系 我被你砍了被你杀了 旁边人看了了解 原来是情杀 原来是什么杀 可是当我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 我是一个骑车骑在路上 我随时要担心一个 不定时的炸弹冲过来撞过来 我全家的大小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 那种恐惧感才是现在民众要求修法的原因 跟理由 为什么 因为不要再让这种不定时炸弹 不定时炸弹在路上行走 所以当你去问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的时候 他心里的感受什么 他心里感觉他无法接受啊 我一个好好的家人 怎么出去一下子 然后酒驾被撞 我却要去收尸了 莫名其妙 完全无法接受 我想我们用同理心去看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或许你就理解 为什么他们对于行政院提出来这个修法 是觉得有修等于没修 不修还好 越修越糟 这是我提出来的建议 谢谢 谢谢 先跟这个协商会报告 因为我们下午的会议是三年要开始 所以我们协商会在两点四十五 我们必须要告一段落 跟大家说明 那请周委员 谢谢主席 那因为行政院跟司法院这个会显版是禁服二毒 所以我在这边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加的这个第四项 就是犯罪行为人犯本调制罪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当然是如果他有评价是有故意的话 就我们就一杀人罪将来论处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第四项的话 那算不算是本条之罪 如果他将来他有假设这个状况 他犯了 就是用杀人罪论处 那他算不算本条之罪将来有第三项的适用 这个我想就是法律上的一意先厘清了 那第二就是说 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其实考虑的很细了 他把一些在与酒驾的判决上面应该考量的都放进去 只是说最后倒数第三项 到底因为刑法 他将来是我们是在刑事的判决去处理嘛 那你们希望是说他在 被害人的赔偿上面要支付相当的数额财产 非财产上或惩罚性损害赔偿 这应该是在民事的判决吧 所以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立法意志或者要达到的目标 可能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刑法的条文来放进去了 那最后我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大家都有很很很自己很坚持的一个想法跟要维护的权益 那现在就是司法两院会贤版 就是把你只要犯规一次酒驾 不管第一项第二项 你第二次再犯的话 五年内再犯致死致中伤就是加重处罚嘛 那有委员这个修正东运 那我有连署啦 那其实就是一个讨论的方向 他就是把限缩 就是你犯第二 你前面是犯第二项就是致死致中伤 然后第二次再犯致死致中伤 那个刑度最低的刑度是拉高 那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这也是一个学者他给我们的一些意见 就是说 如果说是照法务部的两院会贤版 就是第一次就是你有酒驾的行文 你可能第一次0.25 0.25 那当然评价就是酒驾嘛 就是犯罪 那0.25 那你第二次再犯就是 至此的话 那照两院会贤版 就是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 当然这个裁量的空间很大嘛 7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最高是15年嘛 除非他加重到20年 不然7年到无期徒刑 这个range很大 他可以去自由 这个裁量的空间很大 但是啊就是说 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加重的有则性 应该是在于说 因为你的致死自中伤 他在法律上毕竟还是一个加重结果犯嘛 我前面有个酒驾的行为 这绝对是我自己爱护的证明 但是如果致死自中伤 可能又要加入说 是不是有其他 对方也有 予有过失的问题 所以会造成这个死亡或伤害的结果 所以是不是要把这个加重结果犯 放进来一起衡量 还是说我们可以单纯的来考量 当然就是延续法务部的两院会显版的方向 就是说我评价你这个酒驾的行为 你第一次酒驾犯了 然后你第二次再犯就是致死自中伤 我要加重 那第一次的这个酒驾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跟他再献说 就是说 它是一个更危险的一个驾驶行为 当然这可以讨论 它到底是0.25 0.35 还是0.55 还是说大家是接受说 那你0.25就是一个 非常高度的危险的驾驶行为 所以你第二次再犯 我就是要加重来处罚 所以可能是 因为酒驾 酒驾如果你酒驾伤害 不是重伤不是死亡的结果 我们是酒驾加上伤害罪的 过失伤害的处罚 那你如果是酒驾致死自中伤 酒驾致死或自中伤 这个在法律上 我们是评价成加重结果犯 你后面这个加重结果犯 是有可能其他的因素会介入的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讨论 因为这都是禁夫二读 就是说在讨论这个加重的部分 我们的前提的范围要放在哪里 才符合罪责 相当符合这些 我们要去维护的这个权益 我是可以 我就认为应该还是要再来慎重思考一下 谢谢 其实我们在这边能做的就是修法 加重刑度 甚至把很多样态 刚才两位在那边回应说 这个法官判的时候 本来就是会区分汽车或机车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的是 修法只是我们在负我们在立法院责任 可是我们更想进一步拘束 法官的判决 为什么 因为很多酒驾的事情 社会之所以哗然不只是撞死人而已 而是法官判出来太轻 我们不担心法官没办法区分 我们担心的是 法官把这个汽车的酒驾 判得跟机车酒驾一样轻 所以我这边才 刚才有提 我们设计了一个六个月以上 就表示说 那你就跑不掉 最重要的 除了修法之外 怎么去影响法官的判决 我如果给他空间很大 那这个恐龙判决还是 我们不要讲恐龙法官 恐龙判决一堆 所以我们才区分这个 不是只是考虑到机车驾驶的问题 而是希望法官在判决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 不要把这个 这个情形重大的 也判得很轻 那才是这个社会没办法接受 否则我们 我们给他太大的这个 结果我们在那边修喊打喊杀 最后判成那样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的汽车区分 不是考量到机车驾驶而已 而是更考量到法官 在判很多刑的时候 把汽车的这个所谓酒驾 判得跟机车一样刑 那才是这个社会 没办法接受的 那赔偿这一块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说 那民事可以处理啊 那各位要不要去看看 很多酒驾之后民事 弄了多久 为什么不在这上面一起处理 所以时代立场立场是认为 那前面讲到说 这个减刑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家属意见 我们当然知道 法官得考虑啊 那他考虑有没有很清楚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才会定在法律里面 你要有这个过程 你要让这家属有表示意见 不只是机会而已 法官垂询而已 不是 他必须视为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定的很细的原因 主要考量 不是说 不只是目前的刑度 不够高的问题而已 而是到实际的 实务上面去 实际的执行判决的情况里面 有太多问题了 所以实际上 我们才会在这上面 修得非常细 甚至连再犯 不只是致死 或致重伤 只要再放就要加重 我想 这个部分 我当然知道 法官他们 也都会考量 可是问题就是 实际判决出来的结果 这个社会没办法接受 我们今天如果在这边 修得再重 前面讲的什么什么 是不是有实行的考量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如果到法官那边去 他往另外一个角度判 那我们这边 也只是做功德而已 所以我们实在力量 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是考量到很多面向 才会把它定得这么细 也希望各党团能支持 谢谢 我坦白说很难 因为听了各位的意见 就是说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个立法院 停了一辆 mini ousting 那如果这个mini ousting 如果酒驾的话 它是动力车辆 那么机车 有没有包括操纵型机车 一千多cc的 那mini ousting的这个马力 跟它的杀伤力 比起那个操纵型机车来说 恐怕这个mini ousting 有没有比那个操纵型机车更大 然后再看我们立法院 其他的停车场 其他的停车阁停了 那个很大台黑头的车 跟一台mini ousting 形成强烈的对比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们在定 用这个法条的时候 然后再想到说 如果同样是动力车辆 那是一个600cc的 跟一辆连结车 或者两动员半的砂石车 我们在这个 都给它定一样 仅仅用机车跟动力车辆 就是汽车来做分界 好像这个也很不够 分得不够细 那如果要用它的杀伤力 到底我们到底这个 我坦白说不想怎么去定 就是说我们定法条 是有时而穷 那所以不得不给法官 一个财良的空间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社会的感受 作为唯一的考量的话 当然社会会对于冤枉致死 会有特别的同情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我故意杀人 杀对人 跟我杀错人 社会可能会特别同情 那个杀错人的 被错杀的 那我们要把杀错人定的比较 比杀对人定的更重吗 这个会秩序大乱 这个变得好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个 那当然我也知道社会有 不要一直笑 我也知道社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但是我们如果只是为了回应 这个社会的情绪 把法律定的这样子 变成不去考虑到这个比例 我觉得我们怎么定得下去呢 好然后呢 两院版 我不晓得我没有误解 就是说 就是看到有缘的这个修正动议 两院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 如果只犯了第一项 就是被抓到酒驾 然后在五年之内 再犯 然后治人 治死或治重伤 跟我在五年之内 本来第一次就是治死或治重伤 那这两个犯 那这两个犯是一样吗 是一样吗 就是说我第一次是酒驾没有错 但是我没有造势啊 我就是被警察拦下来 然后我五年 我因为这样可能被判缓刑 被判缓刑了 然后五年之内又再一次造势 然后两次都是治人于死 然后这两种状况放在同一个基准上面 或同样的状况 那会不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不同的法官判了 结果前面那一个判了比较比后面那个判的重 也就是说我这个法官看到说 哇你这个好可恶啊 你第一次就已经酒驾了 那五年之内你又撞死人 然后我跟你判的比第二个法官说说好 那你第一次就撞死人 第二次就撞死人 结果这两个法官判的说不定第一个状 判的说不定比较重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这个难道不要列入考虑吗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都不能这个糊里糊涂就 就就就就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路走啦 好不好 所以当然我知道今天时间虽然说 时间比较有限 我们也知道说 第一次就不可能完成协商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 我们135之3还是保留啦 那我们 对不起185之3 还是保留 因为我们仍然有保留条文 我们今天协商就不做结论签名 因为还没有协商完成啦 我们后面还有其他条文还没有协商 我们协商就到此为止 另定期继续协商 好 散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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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